在过去的诗堂提到很多的名词 比方说我们说 所有的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都是一圈思维 合乎圣经是二圈思维 那在我们的课本里面 讲到B,因为有限有位格的上帝 就是一页最后那几行 英文是这样说的 中文也有的 这个有限的神 与多元主义相配 但是跟哲学的一元主义 和神学上或者是 以神为中心的一神论 又不配或者是不同 中文插了几个字 与哲学的一元论和一神论 就是与基督教不同 这么多的名词 怎么去把它分类好 让我们思想清楚呢 我们从头开始讲 这里有四大图 一二三四 第一跟第四都是分两个的 第一 图一 所有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都是承认神是创造主 神是主宰 人 天使 宇宙都是浮在神的权柄之下的 用犯太尔的话来说 创造主和被造物之间有着一个绝对的区分 There is an absolut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 所以 所有背叛神 不合乎圣经的宇宙观 都是一圈思维 要就是把人膨胀上升到上帝那个地位 或者把上帝扯下来到了宇宙的地位 都是一圈思维 一圈思维就是说 把上帝扯下来 或者把人捧上去 就是不再承认神是主宰 不再承认人是仆人 这个是最广泛的 把全世界所有的宗教哲学 都归在一个范围里面了 除了圣经以外 只有圣经是二圈思维 就是承认神是主宰 好了 这种的一圈思维呢 又有很多花样的 所以我们来更细一点来看 这些的一圈思维 这些不合乎圣经的世界观 那么 我的老师John Frame 是这样来分的 他说 所有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 合乎圣经和不合乎圣经的思想呢 都追寻某一种的超越 跟某一种的灵在 所以呢 一和三在这个四方啊 上面的那两个角落 左上角跟右上角 就代表着基督徒和不合乎圣经的思想者呢 都追求宇宙里面一个绝对超越的真理的 可是 左上角跟右上角不同的 乃是左上角的是承认 预先相信圣经里的上帝 右上角是一个想出来的虚构的 也就是说一圈思维的 超越的绝对的什么东西 那人间的哲学宗教都在追求绝对真理 那这个说明呢 宇宙里面有一位真的上帝把他的 自然启示放在人的心中 所以他会追求 但是他追求错了 他的知识的来源错了方法 错了 内容错了 动机都错了 所以搞出来的那个 第三啊 就是右上角 搞出来这个超越的不是真正的超越 绝对不是耶和华 搞出来这个无限的绝对东西 不是圣经中的上帝 是一圈思维里面 想出来的一个虚构的观念 好 下面二和四 没有人愿意满足于一个绝对的真理 跟他生命没有关系的 所以不论是基督徒 或者是不合乎圣经的思想者 都追求某一种的灵在 用我们基督徒的说法 就是我们叛乱跟上帝 跟耶稣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用非基督徒的讲法 叛乱在天地有情 这也是一种追求灵在的 人间有情 只有合乎圣经的上帝 就是我们只有合乎圣经 来思想上帝 来承认上帝 还能够有真正的灵在 因为这位上帝 是与他的子民立约的 而且住在他的子民中间 他的约会 他的律法 住在以色列中间 今天耶稣基督亲自 透过圣灵和他的话 住在我们中间 所以我们的神是灵在的 但是呢 所有不合乎圣经的想法 搞出来那个灵在 不论是 斯拉玛的感觉 或者是 其他的社会福音里面的 天国 在人间 都是假的 都是一个假的 灵在的上帝 为什么这个四方 在左边那条随直的线 是直的 右边那条直随的线 是虚线呢 因为一和二 左边的 合乎圣经的 超越的上帝 和灵在的上帝 这是一件事情 一味上帝的两面 所以没有矛盾的 就是我们相信的是 至高的神 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右边 但是一个非基督徒 或者一个 不合乎圣经来思想的人 所想出来的超越 和想出来的灵在呢 大部分的时间 这两者是彼此矛盾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不过只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发现 那你不能说 你看你们的逻辑不一致 我们一致 所以我们呢 是最好的宗教 那这个是 古典派的护教学 我是不接纳的 好 那这个四方里面 还有一个叉 两条斜线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下面的 第四 就是右下角 讲回去 左上角 从四到一 非基督徒说 哎呀 不是啦 人 条条大路通罗马吗 一切都是相对的 只要你的心比好就好了 我们说 不是的 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的 左上角 宇宙里面有一位真神的 他已经向我们启示 所以光是诚恳是不够的 要听神的话 才能够认识神 认识真理的 你看到没有 回答 非基督徒的 灵在或者相对主义 是圣经的 超越了神 反过来 右上角 第三 比方说 一个现代籍的 理性主义 你们的圣经 是不合不理性的 只有合理性的 我才解答 那你问的 怎么才是合理性的呢 哦 由我来批准 所以我的理性 就变成是审判 真理的 最高的审判官 我们说 不是的 二 左下角 不是的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甚至不是被罪污染的 所以我们需要 圣灵来重生我们 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 而神 圣灵是愿意 光照那些 重生得救的人的 所以我们的神 是与我们同在的 虽然我们的理性 是有限的 而且曾经被罪污染 现在我们的理性 正在圣灵成生的过程中 所以回答 非基督徒的超越 或者是绝对 是来自基督徒的 和服圣经的灵在 我们的理性 是相对的是有限的 但是我们有上帝 与我们同在 好 所以呢 基督徒跟非基督徒 和服圣经的 和不和服圣经的人 都尝试去建立一个 整全的真理观 有绝对最高的真理 也有 这个真理也跟人有关的 不同当然是 一个是真的 一个是假的 好了 我们来看第三个图 第三个图呢 是有一个十字 十字里面 左上角再来一个T T里面 右下角又来一个T 看到没有 分了很多分 细的啊 我们再来更细一点 来看 基督徒 或者圣经 和不和服圣经的 神明 我们从右上角来看 有些的神 或者真理观念 是无限的 但是是非位格的 犯神论的 是来马赫的 就属于这一种 新纪元的 因为它也是 犯神论嘛 也是属于 无限的 非位格的 好 左下角 是有限的 但是是位格的 那刚才我们读到这一点 我们还没有读下去 这个是一个预告 有限的 但是有位格的 我们中国民间宗教 所有的菩萨 都是属于这一类 印度教 所有的神明 都属于这一类 有位格 印度教的 还有希腊的 那些异教的神明 他们会吵架的嘛 对不对 他们犯罪的 那菩萨呢 你可以跟大家 讨价还价的 所以要拜神 要还愿 要烧香 他是有限的 但是他是有位格的 他可以跟你 讨价还价 做生意的 所以宇宙里面 有很多假神 是无限 很高 但是没有位格 没有情 有些是有位格 但是有限 那有没有一些是 又有限 又有非位格的呢 我想肯定有的 我目前想不出是哪一些 大概没有太多人 想要去拜那种神吧 好 可能也不是没有的 比方说土地观就是了 年间宗教呢 烧三根乡 它前面没有一个像的 就是土地 它又是有限 又是无位格的 好 上面呢 是无限而有位格的 这种的神呢 是无限的 永恒的 而且是有位格的 这里呢 又分两种 一种是一位格的 一种是三位格的 一位格就是以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做代表 最后 有无限的 有位格的 三位格的 那这个呢 就以天主教和基督教 做代表 所以天主教 基督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 都相信神是有位格的 或者呢 我们应该这样说 严格来说 伊斯兰教的上帝呢 是非位格的 因为 这个上帝是没有面孔的 没有 没有性情的 他有 名字有 他的 颁布的 诫命 但是一般来说呢 回教徒的 他们所追求的 不是要跟阿拉 发生一个个人的关系 是知道他存在 知道他吩咐什么 所以严格来说 你可以把伊斯兰教 放在 右边 他是至高的 但是呢 没有 很多的 性情 性格 至少他没有 启示很多的 性情 性格 我们所信的是 即使无限 也是位格的 而且是三位一体的 而且不是好像天主教这样子 来教导人 如何达到 得到神要给你们的救恩 所以天主教跟基督教 在三位一体这方面 是相同的 在救赎论呢 是大大的不同的 好 但是我们所说过的是 所有不合乎圣经的宇宙观 都是一圈思维 它都会想出一些的 绝对超越 或者是相对的临在 而这些绝对的也好 相对也好 临在的 不临在的 都可能是有位格的 或者非位格的 最后 第四个图 其实 为什么所有在 这个第二个图 所有非基督徒 非合乎圣经的超越 就是右上角 和所有的 非基督教 不合乎圣经的灵在 都是错的呢 我们用 右手边这个三角形 就看得更清楚了 我们把超越跟灵在 再分得细一点 不是两个观念 是三个观念 右手边的这个三角形呢 是富兰姆想出来的 是我的小老师 大老师是范泰尔 小老师是富兰姆 第二个图也是 他想出来的 好 其实神的超越 我们再分析一点呢 可以这样说 这个三角形的上面 我写的是超越 应该写的是控制 或者是掌控 神是创造宇宙 掌管一切的 神是创造者 统治者 所以 上帝是有权 发号令的 我们活在一个怎么样的宇宙中 我们活在这一位上帝的面光之中 这个上帝是有权 发号令的 He has the right to demand allegiance 他有权 他有权吩咐我们 效忠于他 顺服他 这个叫控制 或者掌控 control 左边下面那个三角呢 是authority 权并 不过我写的是准则 不要紧的 权并 准则都可以 这位神不单单 好像上面那个角 说 他不单单有权 发号令 他的确发了号令 这个就是 左边那个角的意思 神的确向他的子民 启示了他的诫命 他的律法 圣经是神所写的 都是圣灵所默示的 所以我们要认识 这一位真神 不单单是承认 他是宇宙的创造主 跟主宰 也得读听 和顺服他的话 才行 这位神 所给我们的话语 就是他跟他 子民立约的 约文 covenant document 神给了以色列 他的律法 放在月会中 而 这位神 他不单单是 颁发了律法 他也是 不断地 与他的子民 同在的 右边那个角 这位 有权发号令 也的确发号令的神 这位创造宇宙 掌管宇宙的神 这位 给律法 给他的子民的神 是与他的子民 同在的 灰墓 圣殿 云柱 火柱 圣灵 有没有同在 但是呢 你不要以为 神的同在 神的灵在 神的亲近 就好像 削减了 减少了 他的超越 他的主权 不是的 神与他的子民 同在 神的亲近 神的灵在 The Eminence of God 刚好就是 他的主权的 表达的一个方式 是谁与我们 同在 是那位宇宙的 创造主与我们 同在 怎么同 与我们同在 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 谁住在我心里面 那位创造宇宙 掌管一切 而且有权 发号令 写圣经 那位神啊 是住在我们的心中的 是与我们 两三位 奉他的名 聚集 就与我们同在的 那一位 是 那一位 浇灌神的 爱着我们心中的 那位灵 是 就是那位 创造宇宙的 三位一体的第三位 所以神的同在 神的灵在 是他 发挥他的主权的 一种的方法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是一个真的 神 真的无限的 有位格的 还有 是真的 主权 那我们常常听 改革中神学以为呢 改革中神学呢 专门的讲上帝 高高在上 预定一切 其他的 我们呢 是讲下面的 教会增长的 实际情况 不是的 你真正了解到 神的主权的时候 你知道神的主权啊 至少对我们来说 神的主权 自从他 创造宇宙以来 神是怎么样表达 怎么样启示 怎么显示 他的主权的呢 他是以一位 立约首约的 神的身份 来 启示 他的主权的 而这位 立约首约的 神 他的权柄 就是约终的权柄 Covenant Lordship 所以我们 改革中 讲神的主权啊 不是一个 抽象的观念 所以我们讲 预定 不是一个 宿命论 因为我们 所相信那位 掌管一切的 有一切的 主权的神 The Absolute Lord 是立约首约的 主 Covenant Lord 我再说一次 掌管一切的 绝对的君王 Absolute Lord 就是与他 子民立约首约的 主宰 Covenant Lord 神的主权 是以一位 立约首约的 神的身份 表达出来的 神不是冷酷无情 在上面 掌管主权 神是在这个约 也就是福音 约就是福音 或者律法语 福音 约就是律法语 福音 神是在这个约里面 这个律法语 福音里面 告诉我们 我是耶和华 曾拯救里面 离开埃及的 除我以外 不会有别的神 等等 是这样子 这样意味着神 表达他的主权 所以他的主权 有他的掌控那边 我是耶和华 有他的权柄 立法那边 除我以外 不会有别的神 还有世界 有他的灵在那边 你若尊心我的话 我必定赐福给你 我必与你们同在 这些的末了 以马内力 这个以马内力 我必与你们同在 就是神的主权的 三个层面的 一个层面 所以 神与我们同在 亲近我们 一点都没有 减少他的主权 这个刚刚就是 他表达他的 主权的一个方法 或者一个层面 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 在讲神论的时候 我们是讲一位 宇宙里面 自我启示 为无限 有位格 三位格 不但是 无限 有位格 三位格 而且是 具体的在历史中 与他的选民立约 告诉他的子民 他是掌控一切的 创造者 掌 治理一切的 他是颁发律法的 末世圣经的 也是永远住在 他信徒心中 也是在教会中间 与我们同在的 那一位圣神 上面那两 那条线 横的 和下面那条线 代表着 圣经 和不合福圣经的人 都 处理一种绝对 都处理一种 相对或者灵灾 那 从四到一 那条斜线 就告诉我们 和福圣经的 超越的神 就是要向 人的灵灾 发出挑战 或者说 这一位 绝对的神 圣经的神 要向 人的相对主义 人的非理性主义 发出挑战 指责人 要归回上帝 二到三 圣经里告诉我们 人的理性 是有限的 而且被罪污染的 要向人的骄傲 发出挑战 所以二 是三的回应 而 对 三 就是说 对非基督徒 想出来的 超越 我们的回应 是他 那个是假的 非基督徒 搞出来的一个 高高在上 是没有 位格的 你可以说 用一跟二 回应都可以 还有 第二跟第三个图 都是用两个因素 一个是 和福圣经 不和福圣经 或者是 超越跟灵灾 绝对与相对 超越与 有位格 最后 那个三角形 就用三个因素 来讲 而三 在数学上 是最稳定的 刚才没有讲完 最后 下面那个图 那个三角形 比方说 左下角 那个角落 在任何一个角落 犯了错误 整个三角形 就不成立的 比方说 巴特的 超越了神 因为他不接受 这个神 在历史中 具体的启示了他的话 他不接受圣经 所以他那个超越 是假超越 他的那个灵灾 是假灵灾 所以这个三角形 每一个角落 都解释 另外那两个角落的 你光有一个 没有两个 有两个 没有第三个 是不够的 整个就垮了 所以只有 真的跟假的 神 真的神 又是 掌控一切 又是 办法到他的话语 又是在宇宙中 行事 亲近我们的 你不能说 只要一个 我只要两个 不行的 行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